一早抵达波士顿 调时差 备战整整一天 韩国运用最好状态来到哈佛大学闭门开讲 这一次的闭门演讲 大约里面会有30到40人左右 但是是不公开 尽管你是哈佛大学的学生 如果你没有拿到邀请函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而现在演讲全文也正式曝光 多大标题写下接地气的力量 以及言行一致 说到做到 内文则提到他不相信韩流 因为让他能够以市场身份 跟与会者交谈的不是个人 而是人民的意志 更表示自己会成功 其实是因为现在的执政党 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最后也在抛出金句 或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 尤其在两岸政策上 更要多一点经济 少一点算计 我都记得很清楚 因为他用了口号 他很会用口号 国防靠美国 你们大家听过 我不晓得你们都听过了 科技靠日本 市场要靠中国 然后呢 努力靠自己 整个会谈历时大约20分钟 吴燕也是大咖云集 包括费政清中心主任宋移民 台湾研究小组召集人 哥迪温 驻博士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处长徐有点也都出席 他是因为我们在餐桌上 没有笔没有纸 然后大家正在喝得很高兴 所以他就把茶杯的水 拿下来在餐桌上开始画 那其实我们都觉得很有趣 他在讲一些 他可以用中文跟英文夹杂 那他们也是都half half的在听的 因为在餐桌上用水画出橄榄球 练球 狗骨头 三张图 妙姐 两岸关系 让来访高雄的学者印象深刻 也才有了这次会谈 韩国瑜的首次英文演说 让哈佛学者不只认识高雄 也能更深入了解这位卖菜狼 接下来综合报道